被称为百兵之君 剑是在古代的时候 它是由矛头和匕首演化而来的 剑术除了在防身御敌的方面 有它的一定的作战功能之外 更多的呢 是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比如皇帝和大臣们都授一些上方宝剑 有现在欧洲的生产大权等等 它有时候剑呢 更多的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根据不同的地位 不同的权力 给它配与不同的剑决 其实后来剑也被很多的宗教 用来作为做法事等等 所以剑的用途是很广 它不仅仅是一种兵器 但是做我们在比赛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剑 又有了很多的改进 在剑术比赛当中呢 要求是动作要协调 哎呀很可惜 活光美 在抛街器械的时候 我器械掉地了 这一下子要扣很多的分 来看看这个慢镜头 就是器械抛的太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往前做了一个滚翻之后 就过了这个动作 然后回头再抓是抓不住了 我王王三军当中 比赛当中的一位选手 不仅要顺利地完成自己所做的动作 而且要对此